有些网红为了热度失言 有些网红用热度赚业配钱 但我决定用我的天才行销头脑 来帮助社会上努力奋斗的人们 欢迎收看博恩旧世界 兰访是一间位于宜兰 提供心智障碍者就业准备的餐厅 辅导员在旁协助支持 让心智障碍者学习如何工作 并协助他们在学成以后 找到其他餐厅的工作 成功接轨社会 但是这么一个用意良善的店面 营收其实不胜理想 希望能慢慢转亏为收出平衡 还不敢想转亏为赢 只要收出平衡就好 其实要增加收入的方法并不少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白痴网红 来拍宣传影片 但我们节目一向坚持 给人务实的解决问题之道 因此我特地前往兰访 想要给他们一个长久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 这边的餐点跟一般的减餐店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里除了用的员工是顺性障碍者之外 吉利德坤外面的减餐店可以说一模一样 那你们有赢他们吗 我认为一定会赢他们 一定赢他们 那非常好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才经过的时候 有发现附近有个河滨公园 我想要问那边过来的客人多吗 很少 几乎没有 可能是我们这边度不够吧 但或许有个方法可以让所有河滨公园的人都过来 根据我在河滨公园20分钟的观察 在公园活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都需要喝水 可是离河滨公园最近的便利商店 至少要走450公尺 而兰访 离公园却不到50公尺 因此 我这次的餐厅振兴计划 就是要帮兰访打造 所有人都会想要点的明星商品 水 是什么特别的水吗 不是 就是一般可以喝的水 我们这边就有饮水机了啊 对 但现在客人可以用买的 在于董爽快的答应之后 我马上开始着手新产品的宣传工作 窗户上的海报当然可以吸引路过的客人 但我更想要实际接触我们的目标受众 河滨的人们 我在帮附近的那个兰访宣传 然后我们最近有个新的单品可以参考一下 对它叫水 它是一个功夫料理 我们这个是有经过摄氏100度的焖煮 你可以选择有清凉或是室温或是摇受烫三种温度可以选择 对 它不就是水吗 呃 它是我们有个大厨叫嘉宾 嘉宾他在家里面受到启发想出来的产品 我那天口渴所以就想喝水 其实搭配任何套餐都蛮适合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南方就在那边过一个桥就到了 为了保证所有潜在客人都想要喝水 我在宣传的前一天特别烤了用盐代替糖的饼干 邀请路人吃 这个是我最近算是个人的企划 可以帮我吃一下 就是有哪边需要改进吗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你喜欢吗 很难吃哦 好吃吗 这么 你吃吃看 很不好吃吗 你吃吃看 我不知道我 咳咳咳咳 好像有点咸 但不是有点咸 哦很咸 哦对不起 那你要喝水吗 我刚好 身上没有带 可是听说附近的 蓝房 一开始的宣传工作 还算进行的很顺利 但过不久 我马上发现了问题 比起帮助欢喜儿 路人好像对跟网红拍照更有兴趣 眼看着蓝房的宣传工作 就要被拍照拖累 我马上想出一时二鸟的办法 我可以抓你拍照吗 哦好 可是 你要先抓到我 哈 等等 跑步除了可以让潜在客户更接近蓝房之外 加上刚才的咸饼干 会让他们口渴程度更往上提升 大部分的人都追不到我 但为了蓝房的生意 我决定故意被抓 被抓到 你今天应该是红色吧 我的计划很成功 河滨公园的人开始三五成群的来蓝房喝水 不管他们是本来就想喝水 还是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在Sales的世界里 有卖出东西就是好事 你刚刚点了什么 黑胡椒牛肉跟一杯水 一份麻油鸡 还有一杯水 我点了三杯水 在最后离开之前 我决定留给蓝房 最后一个建议 今天早上又去河滨公园那边看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 我们的目标客群 他们好像除了我之外 不太会跟其他的路人拍照 在我走了之后 鬼抓人这招好像心不太痛 不过我有训练一批员工 带着我的面具在公园闲晃 好像大家也没有要追他们的意思 所以我在想 你们可能还是要 请一个白痴网红帮你们拍影片 谢谢你的建议 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策略可以帮你们 没关系吧 对啊 至少我们在过程中都有学习跟成长 对啊 对啊 太好了 那 如果之后我们在台北相遇的话 说明可以一起去 不知道 抛个茶 或者聊的 不用勉强 没关系 我只是想说 这段回忆很珍贵 所以 没事 那 很开心认识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拜拜